吴城王杀出了林铜关,来到了铜关城,他在铜关这儿遇上了一个好心人,谁啊?那就是铜关的总兵,大将陈铜啊! 他非常同情吴城王的遭遇,黄飞虎道这一刀一枪都没用,陈总兵把城关大开,把吴城王全家接进了帅府,盛宴款待这位千岁,直喝到掌灯时分,亲自把吴城王送到了一馆,又客气了一番, 他让吴城王啊,早点休息,不管怎么说吧,在铃铜关那儿遇上点磨难,又加之一路牢乏,您在我这儿好好休息休息,明日一早我来伺候,那么早开战饭之后,您在登城也不迟,哎呀! 黄飞虎一家,黄飞虎一家,对这位陈总兵是感激涕零啊,每次要说话,都是眼含着热泪,哎,陈总兵啊,也挺激动,客气完了之后, 这位总兵大帅走了,吴城王,高松二弟,黄飞虎,去跟这个家人打一个招呼,还有那几员大将,让他们都早点歇息,明日啊,咱们是一早动身, 虽然,陈总兵带咱们这么好,也不能在这儿啊,过多的耽搁,不要给人家找出什么麻烦,二千岁领命,啊,就传话去了, 吴城王一个人,在屋里这儿坐着,他手扶了一下的配件, 看了看周围的环境,不由自主的暗叹了一声, 吴城王啊,眼泪差点掉下来,怎么了,难过了, 这才几日的光景啊,啊,几天前,自己还是一人之下,万万人之上,啊,镇国吴城王千岁, 皇亲国戚,天下独招逃,兵马大元帅啊, 走在谁的跟前,不得高看两眼, 就拿这个当今皇上说,现在他昏了, 没昏之时,那对吴城王也是十分客气啊, 可是现在呢,现在自己变成了流寇了, 一路奔波,提心吊胆, 诚慌诚恐, 着急百忙, 这算是在同关这儿,遇生这么一个好心的总兵, 不然呢,免不了又是一场傲战啊, 特别是吴城王, 方才一打量着周围的环境, 使他想起吴城王府来了, 那吴城王府是什么条件, 什么气派, 内书房, 外书房, 啊, 紧隔客厅, 自己甭管在哪儿坐会儿, 喝杯茶, 看两篇书, 那周围啊, 都好几个人刺好咋, 真所谓是堂上一呼, 接下百怒啊, 现在呢, 哎, 黄飞虎也想啊, 早点儿啊, 睡一觉, 养养精神, 明天好早起, 但是他心如一吞乱麻, 怎么也睡不着啊, 自己啊, 不如出去走一走, 他一想, 与其在这儿, 啊, 躺着吧, 烙饼, 烙饼啊, 在床上翻来覆去, 坐着吧, 一个人这目张张, 面对孤灯一盏, 还是出去拽悠拽悠吧, 黄飞虎大屋里出来了, 来到外面这么一看, 甭管是大门二门垂滑门吧, 哎, 各处都设有啊, 港哨, 那就说, 二千岁, 黄飞虎安排的, 还是比较周详, 他不敢大意, 这一夜之间, 也得分出啊, 几个班次来, 倒着班, 比如说, 一个经次, 一换班吧, 哎, 让这些个假将啊, 都得百倍小心, 不要大意, 虽然, 这位同官的总兵, 待咱们这么好, 但是咱毕竟是客居, 首先得应该知道咱是什么客, 咱现在是被朝廷缉拿的, 逃犯, 二千岁, 更清楚, 他比这大哥黄飞虎想的周到, 吴成王, 转来转去, 就转到这个大门口这儿里, 大门口啊, 把这西边有一间小门房, 这小门房, 屋里边, 四明四暗, 有点灯光, 吴成王一想, 这儿也安排人了, 是哪个家乡, 在这屋里住啊, 无意中黄飞虎就过来, 还没等走到这个小房子的跟前, 他就隐隐约约的, 听到这小屋子里, 传出来哭声, 说哭吧, 还不敢放声哭, 哎, 这可应了那句话了, 有声有泪为之哭, 有泪无声为之气啊, 这是谁在偷偷的掉泪呢, 他走到门前这儿侧耳怎么一听, 只听有人啊, 好像是自言自语, 又像是对别人在讲述, 哎, 可怜哪, 你说这人他怎么这样, 昨日还是冠冕堂皇, 啊, 威风凛凛的坐上课呢, 今天, 就会变成可怜的阶下丘了, 阶下丘也好说呀, 眼看着, 就要, 哎, 尸骨无存啊, 好, 无存王当时愣那儿, 心说这是说谁呢, 这是谁在讲话呀, 他用手这么一推, 哗啦, 就把门给推了, 一跨步他进来, 屋里这俩人正在偷偷的嘀咕呢, 俩人啊, 都是满脸泪痕, 一个年纪在五六十岁的样子, 一个也就在四五十岁, 好像两个庚夫吧, 无存门推门往里头这一走啊, 把这俩人吓得亡魂接冒, 俩人站起来哭通一下, 跪下了, 蹦蹦蹦蹦向基本碎米, 也是磕头啊, 那请您千万不要怪罪我们, 我们多喝了两杯酒, 这是一派胡言胡说八道, 这都不是我们的嘴说出来的话, 都是梦话, 请您千万不要见怪呀, 胡成王一听这什么干什么呀, 你等不必这样紧张, 不用这么害怕,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, 为何在这会儿偷偷的入泪, 这俩人一听, 这口音不对啊, 不是咱通关的人, 他以为是他们寻夜的首将, 还是哪个棋牌, 不对, 这俩人抬头一看, 哎呦我的天哪, 差点背过气去, 怎么回事, 扔出来了, 感情是武成王, 千岁呀, 这二位光盛磕头了, 哎呀, 武成王用手把他们俩人, 给递了起来了, 让他们坐在座位上, 哎, 武成王啊, 滴滴的声音, 满脸带笑, 就这样, 还把这俩给吓得体丝筛糠呢, 浑身都哆嗦在一块儿去了, 那武成王要再吼两声, 那这俩当时就厌弃了, 武成王一看, 你们怎么能吓成这样子呢, 到底是因为什么呀, 千岁呀, 不因为别的, 是因为您哪, 啊, 武成王听在这儿用手一丝尝然, 因为我, 因为我什么呀, 千岁, 您这人太好了, 不管是在千岁您手下当过兵的, 或者是没在您手下做过事的, 是在您跟前昭歌城的军校也好, 还是远在千里之外, 助手的军兵也罢, 这么说吧, 是凡我们认识的, 那武将三军, 没有一个不夸奖您的, 说千岁您的, 最大的特点就是腾兵啊, 您心里时刻, 装的都是三军将校, 所以呀, 我们没见过您的面, 就早已知道, 武成王黄飞虎千岁, 为人和善, 啊, 带兵如子, 所以, 我们很想见您一面, 武成王听在这儿笑了, 你们这不是见着我了吗, 那怎么还, 哭哭啼啼的呀, 我不像你们呢, 想象的那么好, 所说的那么好, 不过呢, 我也是航母出身吧, 哎, 我知道啊, 这个军校的疾苦, 两军作战也好, 为国守徒也罢, 哎, 总是那么兢兢业业, 一心一意啊, 那么, 我就做了点我应该做的事吧, 呃, 你们不是很想见我吗, 不妨咱们坐下来, 就说说话, 啊, 聊回子, 这俩一听千岁, 聊什么呢, 聊啊, 您说我们因为什么哭啊, 因为我们亲眼看见, 千岁您这样的好人遇难, 千岁呀, 您可不要相信, 我们这个守官总兵陈彤啊, 他太恶毒了, 您看表面上对您这么客气, 您出去看看吧, 这乙军周围, 已经都, 摆满了柴草, 今夜三更, 一把大火, 要把这座驿馆啊, 化成灰烬, 也就是说, 把千岁您, 要活活烧死在驿馆之中, 啊, 啊, 吴城王一听起来咯噔下了, 此话当真, 我们天哪也不敢满哄千岁您呢, 您跟我们来看看, 随我来, 吴城王一把拉的一个耕术, 说拉着不如说是提着, 就这屋里把这俩人给递了出来了, 来到驿馆, 大门外这么一看, 千岁不由的倒吸口冷气, 就觉得, 这头上泥湾宫咯咯咚的这么一下, 三魂七魄差点飞出去啊, 这龙眼神这么一看, 这驿馆外边三步一杠, 五步一兽密密麻麻, 到处都是, 同关的军兵啊, 再看这驿馆周围啊, 所以让那个柴草给埋起来了, 就等着到时候放火了, 一把大火点起来, 到了那时你还想从火海中冲杀出去, 那谈何如意啊, 吴城王长吁了一口气, 一抽身回来了, 轻轻地把大门掩上了, 他重谢了两个耕夫, 然后啊, 把二千岁三千岁叫起来, 让他们赶快准备, 杀出同关, 咱们已经落在陈同的陷阱里了, 二经刚过啊, 吴城王带着家将游在驿馆里就冲出来, 刚一出的驿馆大门, 听对面一棒铜锣想, 噢啊, 灯笼火吧, 照得跟伯咒一样, 为首一将, 银盔银甲, 手提三尖两阵大刀, 正是守将陈同, 跟吴城王走了个对面, 黄飞虎, 西吾走, 吴城王一看, 气得怒火高千丈啊, 双尾道术虎目原睁, 吴城王把牙医咬好皮肤啊, 嗯, 你这个伪君子, 我来到你的关前, 你要想捉我也行啊, 不妨打仗夫来明去白, 把话说清楚, 你把秋车摆在那, 咱们大战三百合, 吴城王不是你的对手, 你可以把我打入秋车, 借网京师, 你要站不过我, 但我就夺官而过呀, 你怎么用这样的手段呢, 特意的无耻了, 太卑鄙了, 陈同哈哈大笑, 黄飞虎, 你少跟我说这些吧, 你自己做的什么事儿, 你不知道吗, 你胆敢反朝廷, 天子待你, 恩重如山啊, 拜你们皇家为王, 世袭七代七代一代为妖啊, 皇帝的恩情, 你都忘怀了不成, 今天就为这么一个三柳梳头两截穿衣的女子, 你就反了黄庭, 拿命来, 举刀就劈, 吴城王也不跟他废话, 吹武色神牛, 用手中枪极架相还, 牛马交锋, 就在驿馆前一场大战, 陈同的武艺是真不错, 但是得分跟谁比, 他要比武城王, 那他是半夜赶城门, 这话怎么讲啊, 还差了一大截子呢, 吴城王啊, 无心恋战, 打了这么二十几个回合, 他一搏神牛就要走, 实际这是诈败, 哎呦, 陈同今儿晚上有点忘乎所以, 他自己啊, 对他设的这一计啊, 是非常满意, 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 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走漏了风声, 这一计叫武城王给识破了, 没等点火, 黄飞虎就从驿馆杀出来了, 自己原来跟武城王刚一交手的时候啊, 还有点心虚, 觉得自己武艺不敌黄飞虎, 能打上十几个回合, 他这么一看啊, 吴城王也不过徒有虚名啊, 有其名无其实啊, 甭问啊, 这些年来他在昭歌城陪王半价, 官拜镇国武城王, 养尊处优, 可能早已不问武士了, 所以今天武城王是气血两虚啊, 他居然被我给傻败了, 黄飞虎休走, 他仨把就追啊, 也就跑出来, 有这么个三剑夺地吧, 武城王唰, 右脚这么一踹凳, 左腿一场当八五色神牛一掉头, 黄飞虎右手踢着金钻提炉枪, 来了一个大鹏展翅, 随着喊了一声小儿, 拿命来哟, 扑了一下, 就把这铜官守将陈童给调起来了, 嘿, 金钻提炉枪上, 挑着这个总兵陈童, 就像举着一串糖葫芦似的, 轻飘飘的, 然后啪, 把陈童死尸摔在路旁, 随着武城王大吼了一声啊, 他吼什么呀, 挡我者死, 退后者逃生, 哗啦, 锁开了, 拴下, 城门分为左右, 黄飞虎帅的家将, 杀出了铜官, 这一口气就跑出去啊, 四十多里路, 这才算, 把家将收住, 传口气吧, 在路边这儿歇息片刻, 大家过来都给千岁道受惊, 武城王让二千岁黄飞镖赶快查点一下, 商周什么人没有, 把谁丢下了没有, 嘿, 真万幸啊, 所有的家将, 就是武城王和府这些人, 老老少少, 一个没丢, 油瓶没破, 全都啊, 平安无事, 千岁挺高兴, 好啦, 眼看天也快亮了, 咱们继续赶路吧, 呃, 慢着, 黄明给拦住了, 武城王一看, 哎, 贤弟, 你阴河足拦, 千岁呀, 您想过没有, 咱们再往前赶是什么地方, 啊, 武城王沉思片刻想起来, 现在咱们已经过了临通关和通关, 前面那就是川云关, 是啊, 川云关的首将总兵, 您知道是谁吗, 哎呀, 武城王吃了一惊啊, 黄明这下提的好啊, 黄飞虎想起来, 川云关的总兵叫陈吾, 他和这个同关首将陈童啊, 亲兄弟, 你把人家兄弟给挑了, 这哥哥能让您过去吗, 哎, 武城王叹了一口气啊, 黄明, 这事情经过你都看见了, 咱是想杀守将夺光而走吗, 咱跟他挺客气啊, 他开始对咱也不错, 我没想杀他, 可是他对咱要下毒手啊, 不这样, 那不这样咱就让他活活烧死啊, 我不是这个意思, 千岁, 我是提醒您一声啊, 您应该多加小心, 武城王一听这是废话, 你说, 我们该怎么个小心法呀, 黄明苦笑了一声啊, 千岁啊, 陈吴也好, 陈童也罢, 这都是您手下的战将, 那么谁会什么本事, 您心里最清楚, 甭管呢, 咱们在童关这儿, 中了他陷阱之计也好, 受了这个陈童的欺骗也罢, 总算咱们杀出来了, 但是我觉得川云关, 那咱们就够呛咱过去啊, 周济荣环一听, 我说黄明, 你咱俩什么时候学会了说泄气的话, 现在咱们是什么时候, 咱们这是在逃难呢, 气可骨而不可泄, 你在千岁跟前说这废话有什么用啊, 黄明一听, 你们知道什么呀, 我提醒千岁一句有什么不对啊, 你别看哪, 陈吾陈童是弟兄, 那陈童啊, 是个饭桶, 他这哥哥陈吾可了不得呀, 他不仅刀骂纯熟, 能争惯战, 而且他身上有一件宝贝, 叫火龙镖。